车牌怎么安装 对于第一次买车的朋友来说 车牌安装的确有难度 稍微不注意就会被视为不按规定操作并进行相应的处罚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汽车车牌该怎么安装 在我们领到车牌后 通常里面会有一包牢固螺丝 把车牌螺丝拿出来后 将螺丝一边旋转一边插入仿道帽 接着把车牌摆成位置 然后把螺丝对准保险杠上的四个空隙 然后用十字改锥进行固定 拎好后将防盗帽的帽子盖上 轻轻按入即可 车牌安装必须注意 要将八颗螺丝都安装好 如果少了一颗都会被视作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进行处罚 另外像这种4S店免费赠送的牌照框 上下都有车辆的销售广告 按照新规也不可以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